亞洲農業研究發展基金 莫兆明博士 給我們講話 我講廣眾男 各位廣眾的朋友 各位老師 同學大家好嗎 今天大家在做一個人才能做的工作 世界所有的生命 其他動物 是不可以將你的知識或者學運傳給下一段 只有人才有能力將你的知識傳給下一段 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人是沒有帶知識來這個世界 所以出生的時候 要不懂得找東西吃 不懂得起屋的 要人教你的 其他動物它有知識帶來的 人是沒有的 要就頭再學過的 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 如果你沒有學問的話 你一定會落後 今天這套書有一個很不同凡的故事 一般人就不知道 一般人就不知道 在1978年 十三中全會 十一中全會之後 在香港 鄧小平先生開了一個內部的會議 就說 我們中國要走什麼路 要需要做一件什麼事 當年這個國家是很窮的 後來有一個鄭州的大教授 就給我一個意見 鄧小平先生 我們要有機會給同胞 去學習知識時刻 要有途徑 找到正確的知識 要做大百科傳說 如果你沒有了這個渠道 你是學不到正確的知識的 你想學東西都沒有渠道 但當年 我們國家都很困難 鄧小平先生 拍板 獲了很大的錢 集中了二萬幾個學者教授 成立了這個大百科傳說出版社 就做了這個中國大百科傳說 就要讓我們同胞 學習到正確知識 因為世界上 人類 是最難找到正確的知識 在市場上很多書 但你不知道哪些是正確或者不正確的 但今天同學收到這本 《兒童百科傳書》 還有一個故事在背後 《兒童百科傳說》 成立了之後 再活了三千多個教授 學者 用了七年時間 就設計到今天大家手上的這套 《兒童百科傳說》 希望我們的同胞從小學到正確的知識 當年國家很困難 但鄧小平先生 為了一個國家要發展 你沒有知識也發展不到 今天就做了一個八科傳說出來 我們希望如果你們有校長 書就收了 那為什麼他們沒有這套書呢 讓同學可以再吸收呢 就另一套問題 我在雲南 在內門古新疆 我們有跟進的 做了那個《兒童百科傳》之後 如果國家的下一代沒有創意的話 就只能夠整天抄亂這些東西 偷人的知識 自己就沒有了 那我們是不是要整天這樣呢 是不是要整天做那個 幫人打工呢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這套 《兒童百科傳》 希望學校校長 如果你有興趣的 再跟進的話 就通知陳先生 我們會繼續過來 幫大家再怎麼起步 再推動到這個社群 前世都有那個創意的能力 很多謝香港的周家黃先生 和你們有緣分 也很多謝小班市 還有一些好的教育工作人員 一些好的國務 自己退休之後 都還繼續做一個教育工作 這個值得我們 年輕人的所有學習的 因為只要人類才可以 全國知識給予我們 多謝大家 地方的生活 都熟成功 五十八 四十八 十七 年千二十二 為什麼 雙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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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